五臂三缺还有三缺不要忘了 经常都是陷入为主 虎头收尾收了钱都没了后头 那三缺不是三缺一 现在人忘文生意 一想就会往这上面类想 这都是小把戏 其实算一些挂呀 测字补这些现象 也可以意会 你现在这个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但是这也都是一些表象 表面文章大多数都是 所以不要衍生的太多 三缺是财命权 那为什么学这个就要缺这些呢 他不是说都缺 可能是你缺一样 缺两样 反正是不缺的 搞这个玄学 它是自然规律一切 老天人类的 道理 无处其有 全在你其中 那老天就是为了能让你赚钱 你要单独想赚钱 你可以去经商 你说没条件 那你擅长哪一根技术 做哪一个 以这个为目的 那层次不会太高 那钱 它就是过程 不管你做什么 都会 只要有价值 都会顺带而来 这是一个过程 不要本末倒置 道果为因 忘了出现 有些人算得很准 到后面 利益讯息 不准了 三一命向五 这个玄学武术 都不包括算的这些人 还有 高的我们就不说了 那低的 有叫什么出什么麻 那这些人一开始灵感很强 后来 那算什么都算不准 那很奇怪 怎么回事 你依靠的是背后的 那些精灵神怪 那 人家在乎的是 那跟你人有什么太大关系 你说动物仙 全都是吃饱喝足就够了 还求什么呢 你依靠人家 人家是为了提升自我的修营 转化成人生 那高的一些 先灵们 也就是看你这个人好 或者给你报恩来的 那报恩 就是你这个人行善记得品德高 做了好事 那还了你 享受了就没有了 你不再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撑的是你这一口 这一口气 所以你不好好 就整天都去求钱 钱是工具 全都挡上目的 后面全都离你而去 慢慢的 你就不准了 你说你本身 学了算 这个技术 那是我自己的吧 别人拿不走 你也会脑子慢慢成交 就算 还撑得住 总要管你的人 这辈子管不了 下辈子也要管 活着就够苦了 死了更苦 所以不要慢慢老是吓到 钱拿来做什么 有用 有价值 对大家都好 那还好 你说缺吗 谁都缺 连我们最高统领 缺不缺 缺 有了钱 他也可以做更多的事 那钱太多 也是一种压力 你管钱 其实是很麻烦的事 你自己享受不了多少 到最后 老天都给你安排出去 咱呀咱呀咱一下都没有 一下就出事 很奇怪 一下就出灾了 更麻烦 所以 他不是为了让你